怎么知道狗狗月经过完了 一般狗狗的一个发行时间呢 是在20天以内 那么在20天左右的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哪些现象 去知道它有没有发行完毕呢 首先第一点 之前肿胀的小桃子 现在会不会慢慢的收缩起来了 如果能收缩到正常 那么大部分的一个 可能就发行期已经过了 第二个就是阴护 它分泌黏液的一个情况 因为正常来说 所有的小桃子红 它会分泌一些透明的 或者是一些粉丝的黏液 那么20天以后 我们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这些地方都很清亮 不再是那种黏答答的 不再是那种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黏液产生了 如果两者都同时具备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 应该是发行结束了 然后还有 以及就是其他小的公狗 对它不再感兴趣 它也没有那种渴望 跟其他小公狗互动 这样为一个行为 那基本上上述几个综合在一起 就是发行已经过完了的表现 246-5 cm3-6 7 7-3 4 9-2 9-3 1